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 我们来走进交流平台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单元学的课文 想一想 每篇课文啊 作者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围绕着这个主要意思 哪些内容写得详细 哪些内容写得比较简略呢 咱们结合表格进行梳理与学习 请大家准备好练习本 和你的电子课本 想一想 舔一舔 和你的电子课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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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月初一元宵节这几天 略写了其他的日子 例如元宵节的部分 作者通过写原宵节等的范围广数量多、种类多,写出了北京春节的独特习俗 拉巴巴舟一文 作者想写了等舟,略写了吃舟,在等舟的部分,作者又是抓住叛长舟、谈分舟、猜想舟、看主舟这几部来写 写出了巴尔的语言,从孩子的视角,从孩子的视角,写出了腊八节的甜温心、腊八粥的甜蜜 咱们再看,藏系一文 作者主要想写了面具的特点、藏系的起源 而略写了舞台、演出时间等其他方面的特点 这样处理是为了体现藏系的艺术特色 同学们,咱们结合表格交流到这 大家不禁会想,文章主要写什么、次要写什么 要根据什么来定呢? 我们在阅读和习作的时候,要注意什么呢? 请大家认真地读一读课文交流平台的内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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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论文末竟的内容 听明 人物则流平台的内容 明文并且写读一读课文間 因为是点资源来论文明 月明月 初想要 splashing som会两 row成任何种 想联明 儿 好的,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 文章主要写什么 次要写什么 要根据作者想要重点表达的意思来定 那么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分析了文章的主次 就能领会作者要表达的主要意思 那么我们在习做的时候呢 要先想好重点要表达哪些内容 那么把这些内容写得具体详细一点 那么其他的方面写得简略一点 想略安排得当 中心突出才能更好的 让别人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同学们 我们来结合自己本单元的习做 说一说自己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 是什么 围绕着这个主要意思 哪些内容写得详细 哪些内容又写得比较简略呢 同学们 你们可以在班级群里头 和老师同学一起交流交流 开始吧 给一下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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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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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秋少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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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同学们 同学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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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